第241章 伏记与弹道 小英可是看过沁尘的资料 当初郑远东甚至亲自给他复盘过各个线索 所以他很清楚沁尘做过什么 老军山全灭歹徒的人 如今也选择了一条更轻松的路吗 那他小英何德何能还梦想着自己靠双手打拼一份未来 不过 小英心中还有一虑 会不会是自己多想了 其实沁尘并不是那种人 沁尘抬头朝后视镜看去 正好与小英看向自己的目光相会 然后 两人同时将目光挪开 假装彼此不认识的模样 麻烦车子开吻一些 谢谢 沁尘对小英说道 好的 收到 小英回答道 以前 沁尘看到小英撞车还没什么感觉 但现在 自己坐在车上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车子后排 李长青笑盈盈地看向沁尘 你刚才应该也看到后备箱里的狙击枪了 想练狙击枪这种心思 我绝对全力支持 别说给你弄一只狙击枪了 人给你都行 小英心中终于笃定 好吧 确实是自己想象的那种关系 李长青在后排座椅上 轻轻靠近了沁尘一些 结果沁尘不动声色地磨到了门边上 李长青再靠近的话 沁尘就得跳车了 这是要去哪里 他岔开话题 带你去凑凑热闹 李长青笑盈盈地说道 今晚18号城市的几个社团 想要联手剿灭横射 这些社团为什么要围剿横射 沁尘问道 这些年横射的扩张速度太快 李东泽仗着自己晋升A级后的硬实力 挤压的其他社团 几乎没了生存空间 李长青耐心解释着 事实上 今晚动手的那些社团 也算是背水一战了 他们再不联手抗衡横射 恐怕再过两年 整个18号城市地下世界都归了横射 他们全都得卷铺盖滚蛋 咦 李东泽如果是A级 那这些社团敢动手吗 沁尘印象里 其他社团的成员最高级别 也就D级 C级 这些人凭什么去找李东泽送死 李长青笑了笑 这次学生游行 进入到上三区里 让一些大人物非常愤怒 李东泽在这件事情里 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触及到了一些根本的利益 有些大人物 不在自己笼罩的天空下 发生肮脏的事情 毕竟水质轻则无鱼 但如果有反抗的苗头 就必须熄灭它 所以 几大社团联合在一起 是你们财团的手笔 难怪那些社团有底气 对李东泽动手 沁尘说道 而且他也意识到 给恒舍遭致祸端的 并不是他将要掌控 整个18号城市的地下世界 而是李东泽参与了学生游行 触犯了财团的底线 沁尘看向李长青 所以 你今晚也是为了围剿恒舍 才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 李东泽是我七哥的人 我目前没有动他的兴趣 李长青摇摇头 今晚 对付李东泽的人 是李氏大房 与沁氏四房 而我们 有我们要应对的人 沁尘震了一下 他还以为李长青 是冲着恒舍去的 结果并不是 那他还怎么趁机 去抓和圣舍的人 沁尘还等着留得住 把禁忌物A4011给带出来呢 放之前 他可能还会想着 真要就不了留得住 那就算了 现在一要通过留得住 来运送禁忌物A4011 以得福人 沁尘就必须认真想想办法了 你平日乘坐的 不都是浮空车吗 为何这次换了越野车 沁尘问道 浮空车虽然飞行速度很快 而且不用担心堵车 但在危险环境离远 不如地面车辆可靠 李长青笑着说道 万一在空中 被人用特殊武器干扰 从空中坠落后 哪怕车是防弹的 里面的人一样会死 副驾驶上的老六星说 他还从来没见过 老板对谁如此有耐心过 竟然解释了这么多 车队风驰电车地 冲出半山庄园 可是就在他们 刚刚进入第四驱时 前方道路上 忽然有一辆巨大的 长挂式货车从街角冲了出来 硬生生将前方十字路口 给遮挡得严严实实 后方 同样被一辆货车挡住 竟是将车队 给封死在了这条街里 只是短短十多秒功夫 这里就被人强行封锁起来 道路两侧是高高的楼房 抬头间甚至很难 望到高楼的尽头 下一秒 附近的灯火一同熄灭 连天空中原本 犹豫着的大金鱼 全新霓虹 也一同暗去 在这条街外 是第四区绚烂的夜生活 在这条街里 黑暗又肃杀 这是有备而来 小鹰 停车 老六皱起眉头 他拿着对讲机快速反应过来 后方车辆减速 一级警戒 话音刚落 二号车辆的车窗上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庆尘豁然朝车窗看去 只见李长青那一侧 车窗防弹玻璃上 如珠网般 绽放了一个巴掌大的裂纹 狙击手 老六眉毛 都快拧在一起了 他在对讲机里说道 只有解决了狙击手 我们才能下车 快 给你一分钟时间 把狙击手给我找出来 此时 车队最好的应对策略 就是下车转移 不下车的话 就只能在车上当靶子 车辆虽然防弹 但这次伏击李长青的敌人 绝对不在少数 轰开车辆 也是早晚的事情 但如果想要转移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找到狙击手 不然下车几个人 就得死几个人 萧公的声音 从对讲机里传来 六个 两侧建筑太高 窗户足有上千个 一分钟肯定不够 这里是聚集区 各个房间里都有人 生命反应侦测系统 也不好识别 哪个是狙击手 老六狠声说道 这栋楼里 藏了不知道多少杀手 一分钟之内 我们不离开车辆 就得被包围在这里 他也知道 想在这上千个窗户里 找到狙击手很难 但难也必须找 这时 就在所有人心情胶着的 望向窗外时 李长青忽然看见 沁尘在车内 挪到了自己的身边 越过自己身子 认真地打亮着 车窗上的弹痕 女人僵直地坐在后座上 身体远没有言语那么放肆 她闻着沁尘身上的气味 思考着对方 这是在干什么 很快 沁尘起身平静说道 六哥 让无人机朝11点方向 上空搜寻 高度351米 至359米之间 车里所有人呼吸一致 李长青正正地看着沁尘 心说你 只是看了一眼 车窗上的弹痕 就能判断出狙击手方位 沁尘说道 凡事都会留下痕迹 线索会自己开口说话 这玻璃窗上的弹痕珠网 是不规则的 从不同的方向开枪 就会留下不同的碎裂痕迹 我也只是观察线索 然后尝试着复盘弹道而已 老六回想起 沁尘在场馆里熟悉枪械的那一幕 当即不再犹豫 把消息传递给了萧公 说话间 六号车的后备箱打开了 十多架边界 无人机冲天而起 发出一阵阵嗡鸣声响 当楼上的狙击手发现 无人机竟笔直地朝自己冲来时 无奈之下 只能开枪一架架 将无人机击落 萧公说道 方位正确 对方狙击手已经暴露位置了 老六看向沁尘 他在想一个问题 沁尘判断弹道如此准确 若是有一天 这少年真的成了狙击手 那其他狙击手在战场上遇到他 还能有活路吗 只要对方的狙击手开过枪 就一定会被找到方位 沁尘这计算弹道的能力 足以透过对方的层层伪装 拨开真相 就在此时 某扇窗户里 忽然有人扔出几枚手雷 奇怪的是 那手雷引信似乎很短 在空中便爆开了 而手雷爆破时 绽放的并不是火光 而是电光 EMP手雷 萧公在通讯频道里惊呼 所谓EMP手雷 主要以电磁脉冲 伤害为主 它针对的不再是血肉之躯的人类 而是一切携带电子元器件的设备 这东西属于联邦集团军的制式装备 而且每一枚EMP手雷上都刻有编号 属于严格管控的军事器材 对方一开始没有用 恐怕就是不想暴露身份 而现在狙击手的位置暴露 他们不得不用 顷刻间 那些正飞向狙击手的无人机全部损坏 朝地面上坠落下来 还有几枚手雷落在车队旁边 瞬间摧毁了通讯频道与车辆设备 让七台越野车全都成了废铁 无法再启动 老六眼睛眯了起来 提前知道老板行程在这里伏击 说明李氏内部出了内鬼 对方还动用了EMP手雷 说明是一小支联邦军队 渗透到了18号城市里 李长青平静地坐在车里 这不是李氏收编的部队 我今天下午刚刚确认过 李氏能调动的部队都还原地住渣渣 没有动过 庆城看向李长青 除了李氏内部的人 还有谁想杀你 李长青笑了笑 那可太多了 鹿岛 神代 庆氏 陈氏 这么多 庆城疑惑 老六解释道 老板在一号城市完成权力掌控 得罪了太多人 其中鹿岛和神代被彻底赶出一号城市 他们的仇恨最大 动机也最大 老板是李氏对神代 鹿岛主战派里 最核心的人物 第242章 以身当尔 寂静的长街上 七辆车被封堵着 安安静静地躺在路面上 受到EMP手雷的影响 车辆上的电子元器件已经全部损毁 如果想重新启动车子也可以 但是需要有人下车 对柴油发动机进行手摇式发动 最重要的是 七辆车之间的通讯断绝了 彼此之间如果想要联系的话 那可能就需要开门用吼的方式传递信息 因为防弹玻璃太厚 车子隔音了 但是 狙击手还没有死 他们贸然开门会出现问题 道路两旁没有喧嚣声 大楼里面的住户 在听到狙击枪声后 就一个个躲在家中寻找掩体 第四区是社团最活跃的地方 火拼常见 所以住户们也都知道 该如何保护自己 只剩下少数窗户里 似乎还有人影晃动着 他们在等什么 沁晨问道 从他们用车辆封堵这里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分半的时间 按道理说 这种伏击计划 都是一环套着一环 攻击应该接踵而知才对 但现在看来 他们好像并不着急 似乎目前只是想把你拦在这里而已 李长青想了想说道 他们可能还不确定我是否有后手 想再等等看 那你们在等什么 沁晨又问 除了无人机去寻找狙击手以外 你们便没有其他的动作了 我不相信 一个能完成一号城市清洗的人 会坐在这里坐以待毙 所以 你的后手在哪里 李长青笑着说道 你对阿姨这么有信心吗 他也没比沁晨大多少 却格外地 喜欢用阿姨这个称呼 来调侃沁晨 就在此时 刚刚沁晨找出来的狙击手方位 那扇黑暗的窗户里 爆出火光来 似乎有人在那间屋里 扔出了一枚手雷 连同狙击手给一起炸死了 天上碎裂的玻璃渣子 掉落在地面 发出清脆的声响 连车里都能隐约听见 沁晨豁然明白 这栋楼里 不只是伏击李长青的人有埋伏 连李长青的人 也提前埋伏在了这里 他心中私存 财团之间的斗争 都如此机关算尽吗 你们在楼里有多少埋伏 沁晨问道 应该也不多吧 为什么这么说 李长青好奇道 我不相信 你能提前知道 对方的伏击地点在这里 不然也不会让自己 如此被动地堵在这里 所以我倾向于 你在沿途的每栋楼里 都安插了寥寥几人 用在关键时刻当骑兵 沁晨分析道 李长青眼睛一亮 却没有正面回答 下一刻 伏击者似乎发现 狙击手已经被人干掉 两辆风堵前后路的 货车车厢突然打开 一群身穿黑色作战服的士兵 从里面鱼贯而出 所有人都携带着自动步枪 分别向中间夹击过来 长街并不宽敞 敌人眼看着 就要对李长青的车队 完成包围 79人 沁晨第一时间说道 楼上还有伏击者 总人数应该在100人以上 而他们 加上老六也只有26人 沁晨知道老六厉害 但问题是 B级高手也顶不住 这么多枪械集火吧 老六眼睛眯了起来 他对小英说道 待在车上保护老板 你死了 老板都不能死 明白 小英果断点点头 一时间 老六拉开车门 整个人单脚用力一蹬 整个人宛如炮弹般弹射出去 敌人见有人从防弹车里出来 立刻朝着老六集火开枪 却见老六落地后 翻身一滚 竟在路旁的一面墙上 一瘸一拐狂奔起来 仿佛丝毫不受地心引力影响似的 子弹在他身后 激起一连串的灰尘 趁着这个机会 车队里所有人拉开车门架好武器 对两侧夹击过来的敌人 进行火力反击 小英从泪间取出手枪说道 老板 你在在车上不要害怕 话还没说完 他一回头间 赫然看见 庆程隔着后排座椅 伸手将狙击枪套扯了出来 然后越过李长青的身子 打开了女人左手边的车门 下车 庆程说道 我带你直接闯进大楼里 李长青想了想 可大楼里也不安全 如你判断的那样 这栋楼里 我只安插了一个关键的棋子 对方现在冒死杀掉了狙击手 恐怕也已经没命了 那也总比待在这里当火把子强 庆程说道 车子固然是防弹的 但只要老六他们坚持不住 那些歹徒随便往底盘下面 安装一枚炸弹 就能把我们炸到天上去 可阿姨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弱啊 李长青笑着说道 也许 阿姨的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呢 那就更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庆程平静说道 在战场中 移动的目标 永远比固定的目标难打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移动起来 李长青若有所思地问道 可如果我跟你一起进入大厦 结果 你却把我交给敌人怎么办 万一 你也是卧底呢 那你相信我吗 庆程问道 李长青忽然笑着下车 相信 话音刚落 庆程如猎豹般 在李长青身后钻出了车子 他扯着李长青的胳膊 就往楼洞跑去 战场中 火力已经完全被老六等人牵制住了 以至于庆程与李长青进入大楼时 所有人才反应过来 老六心里暗叫不好 老板安排的援军马上就到 这种时候 明显待在防弹车里等待援军才更明智 只需要再坚持十分钟 援军就能将附近彻底包围 而李长青今晚要做的事情 本身就是以自身为耳 调出某些图谋不轨的人 他在一号城市回来之前 就已经从胡事情报机构 买到了一些消息 有线索指明 陆岛的某位大人物 已经悄悄潜入18号城市 这位陆岛大人物 在一号城市 曾与李长青交锋过 可惜最后狼狈败走 对方潜入18号城市 必然不会存什么好心思 他进入18号城市后便沉寂了 李长青挖了对方三天 都没找到线索 眼看着18号城市风雨欲来 李长青不愿意有这种人 在自己地盘上浑水摸鱼 所以见走偏锋 以自身为耳 连他今晚的行程 都是他找自己培养了 许多年的线人放出去的 老六望着沁尘和李长青 两人的背影消失在楼洞里 心说沁尘没接受过 正规的安保培训也就算了 老板自己是知道计划的 为何还会陪着沁尘胡闹 这时候大楼里根本不知道 有多少敌人 一切都属于未知 怎么能冒险离开防弹车辆 然而就在此时 街道旁的阴影里 忽然有一只巴掌大的 黑色机械蜘蛛钻了出来 在神经元接驳的操控下 快速钻进了一辆车底 紧接着 那机械蜘蛛的构造内部 骤然爆发出巨大火光 硬生生将车子 还有那些掩护在车门后的 安保人员都掀了出去 神代家族的远程自爆炸弹 后方的肖宫吼起来 路导和神代联手了 这种机械蜘蛛 是特种军事器材 一样被纳入联邦集团军的 重点管制目录 如今对方将EMP炸弹 与机械蜘蛛一起用上 看样子是一号城市立足失败 恼羞成怒后 打算掀桌子 撕破脸开战了 老六豁然望着沁尘 与李长青消失的那个楼洞 心中一阵后怕 若是刚刚李长青还在车里 恐怕这机械蜘蛛的目标 绝对会变成二号车辆 大楼里 沁尘松开了李长青的胳膊 他按下电梯的上楼键 李长青好奇道 这种时候 坐电梯真的没事吗 电梯门一开 里面的人会被打成筛子吧 沁尘想了想 对 所有人都以为 我们不敢坐电梯上去 那我们就坐电梯上去 应该没什么问题 李长青愣了一下 面前这少年说的 好像没什么问题 沁尘举着手枪 面色平静地对准电梯中缝 等待着电梯打开 当电梯打开时 里面空无一人 走 沁尘一马当先走了进去 将每一层都给按下 但是他并没有老老实实 等待电梯缓缓上行 而是直接砸开了 电梯天花板的通风口 轻轻一跃便翻到了电梯井里 他看着下面李长青说道 手伸给我 李长青忽然觉得有趣起来 他伸手任由沁尘 将自己拉进电梯井 然后呢 电梯缓缓攀升中 沁尘指着电梯井一侧的竖梯说道 跟我一起往上爬梯子 我们的速度会比电梯更快 当其他人注意力 集中在电梯楼层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前到楼上了 李长青看了一眼自己的高跟鞋 我只是个普通人 爬不了那么快 你背我 这次 咱俩能活着出去 狙击场的子弹随便打 而且 我还欠你一个人情 沁尘迟疑了一秒 行 说着 李长青主动跳到了沁尘背上 而少年则攀着梯子快速上行 电梯直到五层之前始终未停 带到电梯停在五层的时候 沁尘竟然已经爬到第九层了 李长青趴在他的背上 脑袋也枕在他肩上 好闻的气息 一直往沁尘鼻子里钻去 沁尘忽然说道 你是超凡者 这句话吓得李长青 差点松手摔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 李长青问道 沁尘说道 别装了 你就是超凡者 换了普通人 在这种垂直向上的攀爬过程中 胳膊根本支撑不住自己的体重 早就露不紧我了 而你不一样 你的双臂结实有力 这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力量 主要是 李长青搂得他 有点喘不过气了 第243章 主谋者 电梯井里 沁尘背着李长青 李长青则帮他背着狙击枪 我真不是超凡者 只是因为紧张 所以才会搂得那么紧 李长青扶在沁尘背上说道 如果让你喘不过气来了 那我道歉 但我也不是有意的吗 你真不是超凡者 你这胳膊筋大的 我掰都掰不开 沁尘面无表情地 继续向上攀爬着 脚下的电梯还在一层一停 他想让李长青自己爬梯子 结果李长青死活都不同意 直到他爬至第12层的时候 才找到了一个中央空调的检修口 他对李长青说道 现在可以从我背上下来了吗 这中央空调检修口 没法两个人同时通过 我爬前面 你跟在后面 好吧 李长青不情不愿地松开 俩人躲在中央空调管道里时 才缓缓松了口气 爬电梯井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总会有人来查看电梯 一旦有人发现 电梯天花板被砸开 肯定会跟着钻进电梯井来 到时候 对方只需要往头顶打一梭子 沁尘和李长青 就得一起死在这里 果然 两人刚刚钻进去没多久 电梯井就传来呐喊声 有人从电梯天花板 钻进电梯井了 话音刚落 还有人拿着急速式强光手电 透过天花板的孔洞 朝电梯井里扫来 结果灯光 从两人身边的电梯紧闭扫过 什么也没发现 李长青看了沁尘一眼 心说 幸亏他们提前钻到这管道里了 慢慢地 电梯继续攀升中 从两人身边的电梯井里 缓缓经过 那些杀手在下一层停住 石下的电梯 似乎是往楼上搜索去了 你不害怕吗 李长青好奇问道 害怕 沁尘说道 但这时候 害怕的情绪帮不到我 所以要摒弃掉 李长青神色亚异 摒弃掉 这是想摒弃就摒弃的吗 这种大楼的中央空调管道 还算宽敞 可容两人并排协作 两个人坐在昏暗的管道里 竟是有种 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某种错觉 庆辰知道 那是紧张过后 内非太分泌导致的情绪镇定 中央空调管道里有很多机灰 以至于女人在爬进来的时候 身上沾染了不少 脸上也灰扑扑的 在这种地方躲藏着 心中竟是一时间 升起来一些新鲜感 在这密闭的环境里 他能听见身旁少年的呼吸和心跳 似乎连对方的体温都可以感受到 我能感受到你的温度 李长青轻声说道 庆辰平静道 现在是12月 那是中央空调 送往整栋楼的暖风 不是我的体温 李长青有些尴尬 他将狙击枪塞到庆辰怀里 以后你再想去狙击场 不用再找老六了 我给你一张卡 除非你想去抱普楼 不然走哪都畅通无阻 庆辰问道 你不要岔开话题 外界还有人知道 你是超凡者吗 是否需要我保命 李长青想了片刻 算了也不瞒你 我确实是超凡者 但外界还没人知道 老六也不知道 庆辰问道 他忽然在想 难怪这李长青 敢拿自身当诱饵 原来是身为超凡者 有恃无恐 然而就在此时 李长青解释道 其实我成为超凡者 也才刚刚一个多月 最近关于时间行者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财团中智囊给出过建议 如果改变基因 应该就无法被穿越顶替了 很多人不想用这个法子 因为基因药剂是有后遗症的 不过我不怕那些 就注射了一支基因药剂 不信你摸摸我腰上 说不定 现在还能摸到真眼呢 说着 黑暗里李长青拉着庆辰的手 不要往自己腰上摸去 庆辰赶紧把手缩了回去 能临时想出这种借口 也算是有极致了 庆辰叹息 对方是笃定了 自己不会摸 所以才敢编这种谎话 就冲刚才在车上 对方身体僵直那一瞬 庆辰真要摸 李长青怕是反而要躲了 庆辰问道 打过基因药剂之后 就真的不会被穿越顶替了吗 你是基因战士 不用担心这种事情 李长青说道 李氏抓捕了三百多名时间行者 其中连超凡者都有 却偏偏没有基因战士 这倒是和庆辰他们掌握的信息对上了 庆辰问道 你们抓这么多时间行者干什么 李长青转头看了他一眼 看在你保护我的份上 给你透露一些也没关系 北方某个家族的嫡系血脉里 已经有人被我们成功替换掉了 庆辰大为震惊 他没想到 这种反向穿越的方法真的可行 而且 李氏已经成功了一例 表世界那边 才刚刚沉浸在 保护户籍信息的喜悦 这边就已经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时 李长青忽然说道 你应该也没机会了解表世界吧 等这次事件过去后 你来我屋里 我跟你好好讲讲 表世界还挺有趣的 而且我没想到 神代家族和鹿岛家族的人 在表世界 禁与联邦没在同一片土地上 也不是一个国家 庆辰好奇道 那些时间行者会听你们的话吗 李长青说道 小部分时间行者主动投靠李氏 这也在情理之中 但大部分时间行者比较抗拒 不过我们发现 让他们在表世界的本国本土 执行任务很难 但让他们去神代 鹿岛家族地盘上执行任务 时间行者们却都异常积极 这似乎与表世界的民族仇恨有关 他们非常乐意去恶心鹿岛 与神代家族 这倒是与李氏的宗旨相符 走吧 庆辰继续顺着中央空调的管道 往前爬去 这时候 大楼内的杀手们 一定发现 我们通过电梯井爬上来了 如果各个楼层都找不到我们 那他们下一步 就是排查所有中央空调的检修口了 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李长青问道 去杀了那些杀手吗 当然不 庆辰说道 找个地方 等你援兵到来就行了 难道还非得 自己上去拼命吗 庆辰不傻 他已经猜到李长青 在这附近设了埋伏 杀手们灭亡 不过是时间问题 他没必要去 亲手杀人 两个人顺着中央空调出风口 爬进一户居民卧室 庆辰确定外面没人后 小心翼翼拆掉了中央空调的铁制隔山 亲手亲脚地跳了下去 庆辰贴在卧室 与客厅之间的门上 听了一会儿 确定外面没有动静后 才轻轻拧门而出 只见客厅里 一名中年人正戴着耳麦 甚至没听到后方有人出现 他手举望远镜看向楼下 嘴里还说着什么 似乎正在遥控全局 对方握住望远镜的一只手 赫然是改造过的机械肢体 庆辰心说 不会这摇巧吧 真就一不小心 找到了幕后主使者 可奇怪的是 如果对方是幕后主使 为什么身边连个保护安全的人都没有 庆辰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趁着对方注意力还在楼下的时候 回头看向李长青 却发现这女人神色非常紧张 仿佛真的只是一个F级基因战士 要知道 这是一个有超凡者的世界 放在表示界里 你就算说他们是神仙 也不是不行 所以在李世界 当你不小心找到BOSS的时候 千万别光顾着高兴 因为对方说不定还要感谢老铁送来的人头 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级别 不过庆辰知道 这位中年人不带保镖 肯定是有原因的 身后的李长青指了指庆辰手里的狙击枪 用嘴型说道 轰他 结果就在此时 那中年人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 他骤然扭头回看 却发现李长青已经越过庆辰身旁 如雷霆般来到他面前飘然出掌 庆辰忽然意识到 这个中年人一定是高手 李长青也非常清楚 对方是谁 其他的时候可以开玩笑 但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候 他没法继续隐藏了 下一秒 庆辰便看着这位刚刚才打了一针基因药剂 至今只有F级的初级超凡者 一掌印在惊慌失措的中年人胸口上 轰然一声中 中年人竟像是被155毫米口径火炮 打在胸口上一样 直接倒飞出去 胸口的衣服都被震得粉碎 当中年人背部与厚重的多层窗户玻璃碰撞时 整扇窗户都震得粉碎 他奋力想要抓住什么 避免自己从12层高空坠落 可是他身边却没有任何可接力的地方 破碎的窗户 悬空的中年人 站在窗边冷冷出手的女武神 在沁尘面前组成极为荒诞的一幕戏剧场景 充满了张力 这特么是F级 最少也是B级啊 然而 李长青第一时间 并不是去看自己的对手如何死亡 而是回头跟沁尘解释 我要说 我是刚觉醒到这个级别 你肯定不信 下一秒 沁尘怒吼 小心 却见空中有一条黑色的绳索 从中年人机械手臂中甩出 恰到好处地缠在了李长青脚踝上 他硬生生凭借着自己的下坠之力 将李长青给扯出了房间 一起从高空落向地面 那中年人 受了那么重的一掌都没死 竟然还想要拖李长青一起垫背 沁尘冲至窗边 想要拉住女人 但还是晚了半秒 他探出头去查看情况 却看到李长青落下去的身形 竟轻飘飘的 他翻身用手指打断了 缠住自己脚踝的黑索 接着轻飘飘的向下坠落 稳稳落在地面上 沁尘松了口气 那种身轻如羽毛的技法 他在李叔童身上也见过 之前他还以为 那是其实到了某个等级 就能自然而然拥有的能力 但现在看来 这恐怕是李氏自己独特的秘密传承 但问题来了 李长青下去了 那自己该怎么办 刚刚这间屋子里 发生的动静太大 恐怕整栋大楼的杀手 此时都在往这里汇聚吧 第244章 楼中枪战 在沁尘的计划里 他应该是带着李长青 秘密潜入这栋大楼 然后躲在一个杀手 找不到的地方 等待着李长青的援军赶来 将这些杀手一网打尽 这栋大楼人口密集 房间众多 杀手就算想找人 也需要花一段时间 所以 他一直觉得 这个计划很稳 但现在呢 自己莫名其妙地 带着李长青 直接找到了对方的主谋者 然后李长青突然出手 偷袭了对方 把正面落地窗 都给打得粉碎 主谋者从空中落下时 还不忘拉女人一起垫背 甚至通过通讯频道 告诉其他杀手 屋里还有一人 这种敌人是凶狠的 对方在空中第一时间 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于是便不再浪费时间 垂死挣扎 而是选择让李长青 他们付出代价 沁尘感觉自己 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 整栋大楼里 数十名杀手 就像杀人风一样 朝他奔涌而来 李长青会回来救他吗 可能会 可能不会 但沁尘从来不在 别人身上下堵住 命是自己的 那就自己争 他没有慌忙往外走去 反而先蹲下来 紧了紧自己的鞋带 这才直接丢下狙击枪 拔出自己腰间的手枪 狙击枪固然是好东西 但沁尘虽贪财 却不练财 这种时候 肯定不能背着这么大的负重 去狭窄地形战斗 狭窄的楼道间 必然还是手枪最好用 如果李长青在场 或许会发现 此时沁尘的气质 已经完全改变 就像是一台冰冷的机器 少年站在门口 凭住呼吸等待着什么 下一刻 他竟直接抬手 朝门上扣动扳机 子弹穿透防门轰鸣而出 竟宛如未卜仙之般 击穿了门外的两名杀手胸口 沁尘面色平静地拧门走出 轻轻地从尸体手里 摘下对方的手枪 却见他手腕一抖 提线木偶的透明丝线 扎进其中一名杀手心脏 犹如陷阱一般 杀手的尸体 衣物 甚至连他们建设到墙上的血迹 都像是被人硬生生抹去了似的 化作空气中的飞灰 不留一点痕迹 那是某种世界规则正在降临 以血肉来满足收容条件 放在以前 沁尘已经刻意地屏蔽了 提线木偶邪恶的收容条件 从来不去刻意给自己制造杀戮的机会 但是 送上门来的 他绝对不会放过 沁尘谨慎起见 两具尸体 他也只陷进了一具 以免太过明显 被人发现端倪 长长的走廊镜头传来脚步声 他一边迎着声音走过去 一边默默计算着脚步 带到对方探头的刹那 沁尘也已经抬起右臂 扣动了扳机 连开三枪 杀手握枪的手臂 眉心 胸口 三枪点射无一落空 这计算好的一切 就像是杀手在卡着点将人头 送到他手上似的 沁尘进入安全通道 可他并没有急着往下走 反而一路向上行去 没人叫过他在大楼内发生枪战 该如何处理 但他很清楚一点 在这里 自己必须克服动物的软弱本能 此时此刻 所有杀手心里都在认为 这栋大楼是他们的主场 所以 沁尘最该做的 就是向下逃亡 与李长青等人会合 但他偏偏不这么做 回归倒计时97 零点 午夜11点 这栋大楼 就像是另一座宏伟的八角龙 所有人都可以拿起武器战斗 但这一次 沁尘要面对的猛兽 有点多 沁尘退出杀手枪械的弹匣 确认是满载后 才重新插进枪堂里 他脚掌古怪的发力 悄无声息地走在楼梯间 昏暗的安全通道里 只有应急照明灯在亮着 少年眼窝都沉浸在黑暗的阴影里 两名正在全速向楼下冲来的杀手 他们完全没想到 沁尘竟然会反其道行之 出现在这里 沁尘抬手扣动两次扳机 那两名杀手 连枪口都还没来得及抬起 眉心便已经各自多了一个血洞 但他并没有放松下来 而是快速向后退去 下一刻 他所站立的地方 便被一连串子弹射出十多个坑洞 就在那两名杀手后面 还有一人正透过楼梯的金属扶手缝隙 开枪偷袭 沁尘甚至都没有看 便在对方的视野死角 连续扣动扳机 只不过 那名杀手一直躲在暗处 子弹竟是一发都没有伤到他 咔哒一声 少年手里的枪械传来卡壳声 他目光冰冷地 单手按下击扩 将弹匣退了出来 准备更换新的弹匣 那楼梯上的敌人 听到弹匣退出枪梯的声音 竟是从楼梯中断一跃而下 可是 当他跳下来的那一刻 却发现昏暗中少年 已经连续扣动扳机 枪火迸发 犹如黑夜里炸现的焰火 杀手身体瞬间麻痹 他正正地失去平衡 摔在楼梯上 像一只破不弹 他临死前看到沁尘左手 拿着空了枪膛的手枪 右手则拿着刚刚从杀手身上 摘下来的枪械 相比换弹匣速度而言 当然是直接换枪更快 沁尘故意做出换弹匣声音 任由空弹匣砸落在地 就是想让这楼梯上的杀手 自己钻出来 八角龙里有一个非常凶狠的技巧 当你的力量不足以打到对手时 那就骗对手来打你 对手前冲的头颅 迎上你出击的拳头 就会是双倍的力量 如果你无法快速解决敌人 那就学会 如何让敌人自己冲上来 撞你的枪口 沁尘平静地抖出提线木 那透明的丝线 像是一条小蛇 贪婪地损息着生命 他看着丝线变成红色 然后随着尸体化为飞灰 再重新恢复透明 短短两场战斗 献计三人 那透明的分叉触变 增长了33厘米 如果多来几次这样的战斗 恐怕提线木偶 很快便能控制第二个人 这还是沁尘心有控制的速度 这玩意要是落在 心有歹意的人手里 怕是会偷偷屠杀百姓 来完成收容条件 果然是一件邪恶的禁忌物啊 沁尘叹息道 这时 楼里的杀手都已经知道 那个刚刚对他们完成斩首的少年 不仅没有下楼 反而正在朝楼上杀去 一时间 杀手们向楼上涌去 少年 站在楼梯间里 静静听着 下方也传来脚步声 这次他没有继续往上走 竟然是反身向下 几步楼梯之间 沁尘脸上的容貌 便已经换成了某个画作 飞灰的杀手模样 此时此刻 长街里 两辆风堵在前后路口的货车处 忽然有密密麻麻的联邦集团军士兵出现 他们全副武装地稳步推进阵地 快速地清理着地面战场 那些原本包围了李长青车队的杀手 一眨眼 却变成了被包围的状态 双方刚做接触的请客 毫无掩体的杀手 便被整建制的集团军收割 成片成片倒下 老六看到这一幕 终于松了口气 此时他原本就已经半残的右腿上 血流如注 但即便如此 老六毅然忠心耿耿地 一蹶一拐 朝着李长青坠落的位置 跑去 老板 你没事吧老板 清晨那小子不是在保护你吗 他人呢 李长青听到此话 骤然望向大楼里 坏了 他的位置暴露了 大楼并不隔音 所以当地面上枪声渐渐平息后 大家还能隐约听到楼里的枪声 不密集 却格外地有节奏 老六反应过来 那时清晨已经与人发生战斗了 却见李长青忽然从地上 捡起一支散落的自动步枪 转身便往大楼里走去 老六看到这一幕魂都吓飞了 老板 前面上已经安全了 你可不要 自己再进去冒险啊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李家大爷 二爷 肯定要发配我去荒野上拜包你的 不行 李长青看了一眼 老六受伤的右腿说道 你在这里等待治疗 我自己去就够了 现在 清晨在大楼里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放心 我不会有事 说着 李长青已经闪身进了大楼 老六想要跟进去 结果腿上的伤口被撕扯着 差点摔倒 他对躲在某辆越野车后面的王鼎怒吼 你个孙子别再躲了 赶紧跟进去看看 老板要是有什么事 我回去就扒了你拼头的皮 王炳旭一听这话 立马从越野车后面钻了出来 他一边跟上李长青的步伐 一边嘀咕道 我又不是魏战 你嚷嚷什么 就显得你老六比别人都忠心耿耿吗 李长青与王炳旭二人 打算直直地杀到十二楼 寻找庆辰的踪迹 只是他们到了主谋者原先所在的屋门口 却赫然发现 门一打开 门外躺着一具尸体 屋里的人在没开门的情况下 直接开枪 非常果断 李长青二话不说 便朝安全通道走去 刚往上搜寻了两层 便发现了第二战场 这里歪歪斜斜地倒着一具尸体 楼道的墙壁上全是纷乱的弹痕 王炳旭感到有些奇怪 这杀手明显被一枪爆头了 怎么还会散落着这么多弹壳 墙壁上也有那么多弹痕 而且更奇怪的是 老板宁那位 应该是从屋里杀出来后 就进了安全通道的布梯间 但他没有往下去和您会合 反而再往上走 李长青抿着嘴思考片刻 然后冷冷说道 继续往上找 就在此时 他和王炳旭分明听见楼下传来枪声 两人同时有些疑惑了 庆尘到底是怎么个行径路线 他们来大楼里救人 竟然连对方的人影都找不到 第245章 禁忌物的独特使用方法 整座大楼的灯火 在这场伏击的一开始便熄灭了 走廊里安安静静的 仅有几名杀手在快速行走着 他们手中握着枪械 却怎么也找不到 楼里的目标人物在哪 杀手们很清楚一点 楼下的联邦援军已经到了 他们都是联邦集团军出身 所以很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 联邦集团军会从资料库中 快速得到这栋楼的建筑设计图 然后指挥车里会在两分钟内 根据设计图建立智能的全息沙盘 到时候 所有出口都会被封堵上 他们想要从容离开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而且 他们一旦被抓住 必然要面临无尽的残酷刑讯 以及最终的秘密处决 李氏从不招降路导 与神代家族麾下的士兵 这是共识 此时 杀手们只是机械地执行着指挥官留下的最后任务 杀死大楼里那个 对他们执行了斩首的人 昏乱的走廊里 五名杀手保持着通讯静默 这一幕在不同楼层都发生着 大家分成了好几队 想要赶在联邦集团军进入大楼之前完成搜索 这时 有人疑惑到 据说那位被斩首的长官 两年前就秘密潜入了18号城市 而且一直都以平民身份住在这里 在今晚刺杀李长青计划开启之前 连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对于外界来说 他不过是这栋大楼里的一名普通住户而已 李氏为何能对他完成精准斩首 这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发问 所有杀手都想不通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知道自己有可能遇到反伏机 甚至还有两个后手用来应付反伏机 但他们没想到计划负责人死得那么快 这时后方有人忽然说道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这可能是个巧合啊 怎么可能是巧合啊 五名杀手之中 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开口冷笑道 对方假意逃进大楼 结果早就想好了 如何通过电梯警来摆脱追杀 甚至还通过中央空调的检修口 笔直找到长官的房间 将他杀死 这世上哪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后面那位杀手想了想说道 那也有可能 他是从电梯警爬上去 刚好就想找个房间躲避一下 恰好遇到了长官 你这些猜测都没有依据 最前方的杀手冷声说道 行吧 最后面的那位杀手叹息 然而就在此时 最前方的那名杀手问道 何浩阳 你刚才从楼上下来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枪声是从楼上传来的 我们从下而上 你从上而下 说着话时 他身后的枪声响了 连续四枪 全部命中杀手的后脑勺 庆尘便回了自己的模样 然后感慨 我都说了我没想斩首 你们也不信 而且 人是李长青杀的 你们费劲拔拉地找我干嘛 他手腕一抖 便将提线木偶的透明丝线 扎进两具杀手尸体里 熟练地完成陷阱 他看着提线木偶贪婪瞬息 忽然在想 这玩意是否拥有自己的生命 首先 庆尘确定 有些禁忌物 是具备生命与意识的 例如 禁忌物S005大幅 那么 这看似只是物品的提线木偶 有生命吗 他无从得知 等等 庆尘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骑士真气的作用 一方面是施加debuff 一方面则是花万物为刀 之前李淑彤曾给他说过 关键时刻 头发在骑士手中 也是最危险的武器 但骑士战斗 总不能老拔头发吧 拔着拔着脱了怎么办 没看师傅 都开始看中年养生手册了吗 而且 头发与树叶都不够坚韧 非常容易碎裂 那这世上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不容易损坏 其余携带 战斗的 庆尘看向正在 瞬息鲜血的提线木偶 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 比进际物更皮实吗 好像不多 从理论上讲 禁际物是难以被物理作用摧毁的 想到这里 他将自己手臂中的真气 骤然灌注进去 原本松松软软的透明丝线 竟然请客间崩直了 那条还在瞬息血液的丝线 是阴红色的 就像是一根拉满的红色弓弦 原本提线木偶的线头 只是停留在杀手的心脏处 结果这一崩直 直接穿透了心脏 直直地刺穿了尸体 咦 庆程有些诧异了 原来骑士真气 与提线木偶 真的可以相互作用 这样一来 自己岂不是可以拿提线木偶 当武器用 虽然提线木偶 不能像秋叶刀那样远至 但总比携带匕首方便多了 那些002号禁忌之地里的老家伙们 会不会就是知道 提线木偶可被灌注真气 才把这玩意交给自己的 庆程认真感受着 当骑士真气灌注提线木偶的时候 消耗得尤其迅速 而且 一旦灌注长度超过12米 真气加持的力量 就会迅速衰减 简单讲就是 他现在能够加持地提线木偶长度 原本庆程还想着 搞一把40米大刀出来 现在看样子是不行了 庆程又尝试着 在灌注骑士真气的时候 去切割金属扶手 结果这刀也没有想象中锋利 连栏杆都切不开 只能留下一道刻痕 他知道 骑士真气的锋利程度 是与自己级别有关的 也许等他升级之后 能让这玩意更锋利一些 庆程在想 如果他有朝一日 也成为半神 这玩意 是不是可以消铁如泥 他收回灌注在提线木偶里的 骑士真气 可下一秒一遍突生 那提线木偶的线头 在恢复柔软状态后 竟犹如一条小蛇似的 铺至庆程面前 眼镜蛇般地弯曲着 透过昏暖的光线 庆程甚至还能看到 阴红色丝线前段分裂开来 他仿佛还能听到 嘶嘶嘶的愤怒声 然后 那烟红的小蛇 一口咬在了 他鼻子上 庆程没有防备这一幕 当提线木偶 咬在他鼻尖上的那一刻 他再次将骑士真气 灌注进去 小蛇立刻再次绷直 鼻尖并不疼 也没破皮 似乎禁忌物对宿主 是无法造成伤害的 奇怪了 他刚才还在思索 物品类禁忌物 是否也有生命 结果提线木偶 便立刻给出了答案 那其他禁忌物 也和这提线木偶一样吗 庆程认真回忆着 他脑海里的其他禁忌物 例如编号ACE-012 那辆热爱金币的蒸汽列车 一旦有人偷他金币 就会被锁死在车里 那辆蒸汽列车 是否也有执着的生命 庆程在走廊中 对提线木偶低声说道 你也别闹情绪啊 咱俩现在合作多愉快 我给你陷阱 你帮我杀敌 控制木偶杀敌也是杀 当匕首杀敌也是杀 只要最后结果是好的 你有东西吃 还管自己是怎么杀的吗 这样 我收回真气 你别咬我 说着 他再次收回真气 可下一秒 提线木偶前段的那条小蛇 竟是再次席卷过来 这一次 他更加愤怒了 只是 还没等他充至庆程面门 便又生无可恋地绷直了 就这么 你来我往的倒了十多次 庆程也有脾气了 提线木偶是禁忌物 他才是宿主 这次 庆程直接灌注真气 收回真气 一口气就给来了上百次 提线木偶 就在这柔软与崩直的状态中 不停切换 直到彻底没了动静 你还要寄屏波 他低声威胁力又道 我跟你说 你要再这样 我就挖个几十米的深坑 给你埋在地下 让你永远也没法重见天日 反正你是透明的 别人不好找 这样 咱俩最后商量一次 你要觉得能合作 就给我老老实实 把这个敌人献计完 说着 他将提线木偶 探向还未献计完成的尸体心脏 小蛇停顿了两秒 又开始重新瞬息起来 似乎是打算稀释宁人了 沁尘松了口气 他带敌人化作飞灰后 一边朝另一条安全通道转移 一边说道 你看这样不是很好吗 咱俩合作如此愉快 我多了一些保命的底牌 你有祭品 双赢啊 这一次 提线木偶的线头 竟弯曲至沁尘面前 轻轻地指了指 他刚才切割的扶手 这时候提线木偶 已经恢复透明 若不是沁尘仔细看 简直看不清 他是在指了 沁尘想了想 你的意思是 杀人可以 不能用来割铁 提线木偶 竟然轻微地点了点头 沁尘内心叹息 看来禁忌物不仅有生命 而且还有尊严 李长青与王炳须两人 听见连续的枪声时 就已经出发往楼下赶了 在下楼梯时 他们二人恰好与楼下 同样听见枪声赶来的杀手遭遇 狭窄的空间里 王炳须犹如壁虎般 紧贴楼梯 天花板爬行 还未等杀手们 将枪口抬至头顶 踢天花板上落下 人还在空中 就已经闪电般踢出四腿 将杀手尽数踹飞 骨骼崩裂声不绝于耳 眼瞅着杀手们内脏全部破裂 口鼻都渗出血来 老板 解决了 李长青瞥了他一眼 这会儿倒是勤快 希望你以后也能这么勤快 我听伊诺说过 你在秋兽队伍里 一直呼他周全 这很好 王炳须赶忙低头 都是为了报销老板 李长青当先踏入走廊 他看到铺地倒在地板上的两具尸体 看一下怎么死的 哎 好嘞 王炳须赶忙冲了过去检查起来 李长青看着中年人 心说他身边最得力的人 终究还是老六 早些年老六在军中任职 家中父母双双病重 却没前医治 李长青出面 给了他父母最好的治疗条件 然后将老六收入麾下 从那以后 老六从来都没有过一心 事实上 财团收买人心 不会一上来就使用威胁 他们向来都是先施恩 然后才立威 真正的聪明人 不会闲着没事 给自己身边放一堆仇人 这时 王炳须起身分析道 老板 这两人伤口都是后脑勺小 脑门大 说明他们都是 被人从后面开枪毙命的 而且他们死亡时 凶手开枪距离很近 死者头发 甚至还有细微的烧焦痕迹 这几乎是 被人顶着后脑勺扣动扳机 才会有的情况 王炳须看了一眼走廊 有些疑惑道 我想不出来 凶手是怎么靠近他们的 又为何要走到如此近距离才开枪 李长青皱起眉头 混在杀手中间 假扮熟人 砰砰砰砰 楼上再次传来连绵的枪声 然后归于平静 王炳须立马判断道 比我们大概高出三层的样子 李长青当先往楼上赶去 可当他们抵达时 又是只剩下两具尸体 沁尘却不见踪命 这下 李长青感觉有些哭笑不得了 这沁尘的行踪 也太诡异了吧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完全没办法判断思路和诡计 连救援人员都找不到 王炳须感慨道 真是顶级的战术转移啊 这栋大楼总共就两条安全通道 被他给玩出花来了 老板 咱们现在怎么办 他们俩人进入大楼的时间也不短了 本来是救人的 结果人也找不到 这就很尴尬了 李长青思索了片刻 突然笑了起来 不找了 我一开始闯回来 是担心他出事 但现在看来 他根本就出不了事 走吧 去楼下与老六会合 让联邦集团军封锁大楼 说完 女人干脆了当地转身下楼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王炳须在后面目瞪口呆 这就不救了吗 老板和沁尘这俩人 一个是行踪诡异不定 想救援都找不到人 另一个 则是干脆放弃救援 这到底闹哪出 自家老板 好像非常信任那少年似的 然而就在他们走出大楼时 赫然看见 沁尘正坐在一副单架上 接受医务人员包扎伤口 李长青这次真的愣住了 他们下楼前 枪声还在头顶呢 现在沁尘竟然比他们 还先一步离开战场 沁尘看向李长青问道 你刚才去哪了 怎么又回大楼里去了 李长青犹豫了半天 我去随便转转 沁尘 他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说自己是去救援的 毕竟他连人都没找到 第246章 隐匿的配合 随便转转 沁尘好奇道 这里的联邦集团军 还等着你下一步命令呢 你去随便转转 你该不会是 又进入大楼救我了吧 没有 李长青高冷地说道 我真的只是进去随便转转 你是怎么下来的 这会儿 即便李长青要假装没去救过沁尘 但还是有些忍不住好奇 这少年为什么会比他们出来的更快 王炳旭的听觉不会错 沁尘坦然说道 我坐电梯下来的呀 听到这话 王炳旭明显一愣 少年在说自己坐电梯下来的时候 是如此的理所应当 是啊 坐电梯下12层直达 确实要比他和李长青 两人走楼梯快 而且 他们下楼梯的时候还要层层检查 以免有人躲在暗处偷袭 可是 王炳旭有些哭笑不得 在这种危险的环境里 谁会闲着没事去坐电梯啊 这少年不仅坐了电梯 而且是进去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全都坐了电梯 胆大心细 很多人在做战术计划的时候 会做很多奇妙的构思与畅想 然而真到了执行时 大家还是以最稳妥的方案来 因为命只有一条 谁也堵不起 这时李长青看向沁尘手臂上的伤势 关心道 怎么回事 不远处 受了一处枪伤 却无人问津的小鹰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他决定了 回到表示界 就跟郑老板打申请 他也想找一位财团富婆 打入财团内部 实在不行的话 他就去沁尘 南庚城他们的组织当卧底 感受一下独特的组织文化 这时 沁尘向李长青主动解释道 逃命的时候 不小心被杀手开枪击中了 擦破了皮肤 李长青又看向他额头的纱布 脑袋又是怎么回事 中枪后追逐战力摔下楼梯 脑袋撞在了墙上 我现在头晕恶心 医生说 我可能有点轻微脑震荡 等下他们清点一下伤员 就算我们一起去医院 沁尘说道 自从穿越事件发生以来 他感觉自己所受的伤 要比之前17年加起来都多 不过 相比收获而言 这点小伤根本就不算什么 如今提线木偶的分叉 已经多了1.54米 正以肉眼可见速度成长着 虽然分叉需要达到50米 才能控制第二个人 但清晨相信 即便他不去刻意满足 提线木偶的收容条件 也早晚能同时控制两个傀儡 一旁 老六躺在担架上 他腿上伤口流出的血迹 已经把白色的担架给染红了 李长青走到他身边问道 伤得重不重 不重不重 就是右腿上中了三枪 第一颗子弹打进一厘米 另外两颗都是擦着皮肤过去的 老六故作坚强地 详细描述着自己的伤势 李长青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好养伤 等你回来了 继续负责特勤组的工作 来负责我的安全 从今天开始 你也不叫老六了 叫老九 清晨星说 这财团给人刺外号如此随意的嘛 可是他看向老六 对方分明很开心的样子 他忽然意识到 可能这也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吧 老六 老九脱避于财团 是真心拿李长青当主子来看待的 忠心耿耿 清晨这个表世界的人 无法接受谁给自己赐名 但老九却甘之如意 他想起师父曾说过的那句话 皇帝从来都没有消失 他们只是换了几身衣服 财团在这个世界里 何尝不是皇帝一般的存在 问题是 这外号现在是老九 以后会不会再变成老十三 老二十七 老八十一 应该不会有那么高的数字 这老小子 应该看不到那个时候 正常人都看不到那时候 此时此刻 联邦集团军的一名军官 走到李长青身旁 老板 封锁已经完成 我们准备 对大楼进行全面的清洗了 我要你去抓人 抓到了吗 李长青问道 抓到了 就在三百米外的那栋高天大厦里 军官说道 您在大楼内完成斩首的时候 他的通讯信号 被我们信息技术车捕获了 现在人已落网 沁尘听到这话便思索起来 之前李长青有说起过 陆岛家族 有一位手握实权的人物 在一号城市斗争失败后 就悄悄潜入了十八号城市 李长青回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对这个人进行抓捕 但一直都没找到 沁尘以为 刚刚被李长青打下大楼的那个就是 原来郑主还另有其人 而李长青 把郑主也顺利抓住了 却听李长青平淡说道 先把他的一口牙都给我撬了 带去秘密监狱 让月儿亲自审他 另外 王炳旭你去黑市 把消息给苏星指 让他散布出去 月儿 沁尘还以为李长青身边的那个月儿 只是一位普通秘书 现在看来 竟然也是个狠人 等一下 聊天群里也有一位月儿 沁尘陷入沉思 应该没有那么巧吧 关键是谁会拿自己在李世界的名字 当作表世界的ID 而苏星指这个名字 他也很熟 之前李叔同让沁尘回到十八号城市找的 就是这个人 沁尘还知道对方的地址 早先沁尘并没有留心这个名字 现在看来 也是黑市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师父有意无意地 给他留下过很多线索 这时 李长青看向那名联邦军官 你这边尽快收尾 二十分钟之内 结束大楼内的战斗 联邦军官冷静道 老板 据我们观察杀手的火力 大楼里面还有许多杀手 请允许我这边稳健一点 多给我一点时间 确见李长青摇摇头 我知道你体恤下属 不想让他们在仓促间有无谓的伤亡 我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我只给你二十分钟时间 是因为大楼内的杀手 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 联邦军官愣了一下 然后看了看王炳须 是王先生出手了吗 不是不是 王炳须摇摇头 是沁尘杀的 他一个人快把大楼里的杀手给杀穿了 我和老板 他想说自己和李长青 都没能找到对方的踪迹 但他反应过来 这可能让老板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所以没有继续说下去 王炳须想了想说道 我们进去的时候 杀手已经死了很多 我几乎都没怎么出手 就下来与你们会合了 其他特勤组的保镖们 内心惊讶不已 早先他们还在想 沁尘只是一个黑式拳手 也不会使用枪线 能进入特勤组当保镖 也全都是因为被李长青给 但现在保镖们意识到 那少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刚刚他们在长街 被火力压制的时候最清楚 楼上的杀手 少说也有几十人 如果是他们进入大楼 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 大家在人群中 搜寻起沁尘的身影 李长青奇怪问道 咦 沁尘呢 王炳须回答道 他受了伤 所以刚刚第一辆救护车离开时 他也跟着离开了 你没告诉他 半山庄园里有更齐全的医师 和最好的医疗设备吗 李长青皱起眉头 低声对王炳须说道 他才刚加入特勤组第一天 不知道也很正常 王炳须说道 而且 其他受了伤的特勤组成员 也都是去常规医院治疗的 李长青沉默片刻 你去医院看一眼 看看他是否在那里好好接受治疗 老板 您怀疑他 王炳须感到奇怪 只是确认一下 李长青平静说道 此时 沁尘坐在救护车里 平静地看着救护车越开越远 从他们 在长街上遭遇伏击开始 沁尘就清楚地意识到 不论横射那边 今晚发生什么事情 李长青肯定都不会再插手了 或者说 对方本身也就没有准备插手 完全是做做样子罢了 所以 沁尘必须找借口离开队伍 这样 他才能去寻找和圣舍 给留得住喜醉 他胳膊上 额头上的伤 都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 就为了此时可以离开 待到救护车抵达医院 沁尘并没有立刻离开 他耐心地等待着 全面检查过后 住进了病房里面 与其他的特勤组伤员一起 二十分钟后 王炳须也赶到了 他悄无声息地 朝病房里看了一眼 待他发现 沁尘已经熟睡 便又悄悄退了出去 王炳须也没有离开医院 他躲在角落 偷偷地观察着一切 想要关注着 沁尘是否真的 如老板所料那样 有什么异动 只是 这异等便是一个多小时 病房里始终都没什么动静 而且 王炳须在此期间 多次进病房查看 他非常确定 沁尘就躺在病床上 王炳须得李长青拨去电话 老板 这都一个小时过去了 他也没动静啊 看样子没什么问题 我还以为他是打算 经缠脱鞘去参与横射的事情 现在看来并不是 横射那边已经结束了 李长青平静道 不过保险起见 你在医院继续看着吧 这次不是看沁尘 是看着医生好好给他治伤 王炳须 结果电话里的话音刚落 医院门口便再次送进一批伤患来 王炳须拉住一个医生好奇问道 这都是什么人 急救科的医生不耐烦道 刚刚第四区发生社团泄斗 这都是被打伤的社团成员 有一半都是合胜射的 第247章 洗醉 这座不夜城里 夜晚永远要比白天更热闹一些 医院的急救科也是如此 黑市的拳手 社团的成员 关节错位的 腹部被人打了黑枪的 脑门上插着刀的 急救科的医生早就见怪不怪了 只是 今晚的伤患好像格外多了一些 哀嚎声也更多一些 当和圣社成员被送进医院的那一刻 病床上沁尘便已经轻轻地睁开了眼睛 他知道王炳须也来了医院 甚至还多次查看自己 在或不在 沁尘侧躺在病床上 都不需要抬头去确认 因为他记得王炳须的脚步声 有王炳须守在这里 他没法离开医院了 但有些时候 猎人不一定要费尽心机地去寻找猎物 也可以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病房外 医生们一边交代护士 给他们推阵定计 一边相互之间嘀咕道 听说 好像是好几个社团 一起去围攻横射来着 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真是麻烦 这些社团成员 横射不是向来很少留活口吗 急救科的医生抱怨道 这些社团成员 都被打死了才好 省得我们还得大半夜忙得晕头转向 嘘 你旁边那个伤患还醒着呢 一名护士提醒道 刚刚抱怨的那位急救科医生 平静转头 正看见旁边的社团成员 狠狠地看着自己 看什么 你下次被人砍啊 还得送过来让我救你 说你两句怎么了 社团成员缓缓闭上眼睛 一言不发 第四区的急救科医生 向来如此豪横 而社团成员最不愿意得罪的人里 除了财团和联邦治安管理委员会 联邦税务管理委员会 就是这些医生了 当医院里乱成一锅粥的时候 王炳虚就在一旁看着热闹 甚至还拉住一两个 伤势不太重的社团成员 询问今晚发生的事情 十分钟后 CE治安管理委员会的探员们 姗姗来迟 开始若无其事地做着调查 庆辰所在的昏暗病房里 少年已经缓缓起身 悄无声息地走出病房 面容也换了模样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仿佛一切都算好了似的 当他推开房门的刹那 两名护士恰好推着和盛社的两名成员 从他病房门前经过 那是和盛社的化石人与执行理事 社团内最重要的两个角色 庆辰无声地站在病房门口 等着护士们推着病床离开 然后他面不改色地 走进了对面的公共厕所里 不到一分钟 走廊上的护士忽然惊呼起来 和盛社化石人的胸口 竟有一枚红色的血迹 在迅速扩大 将胸口的整片蓝色病号符都给染红 护士伸手去摸这位化石人的颈动脉 已经没了动静 血液从和盛社化石人胸口鼓鼓流出 渗透了他身下的一栋病床 继而滴落在走廊上 CE的探员们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一名有经验的老探长 伸手去摸死者的胸口 心脏处有贯穿伤 而且还是刚刚才伤的 刚刚有谁拿着凶器靠近过死者 护士有些恐惧地回答道 没有 我真没见谁拿过凶器啊 只有一个少年刚巧要去厕所 从我们身边经过了 老探长觉得有些不对劲 CE治安管理委员会 虽然不爱管社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有人要是在CE眼皮子底下杀人 就有点过分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 走廊前后都有探头是摄像头 可问题在于 那些摄像头不知何时 竟然全部转向了死角 根本就没对着案发地点 还没等他继续思索什么 却见旁边那位和盛社的执行理事 魏子浩忽然行转 他看了看自家化石人的惨状 立刻从病床上爬起来 抓住老探长的胳膊 警官 救我 我不想死 老探长皱着眉头将对方推开 谁想杀你 魏子浩声嘶力竭地说道 警官 是横社想杀我啊 您看我们化石人都已经被暗杀了 您把我抓紧监狱吧 不然横社肯定会要我命的 监狱是你想进就进的 老探长冷声说道 这时 魏子浩忽然说道 两年前桃花路的入室抢劫案 是我做的 您不幸给我DNA抽样对比 一定和凶器上一致 还有三年前那个D6区的 机械肢体抢劫案 七年前的上三区盗窃案 魏子浩说了长长一串罪行 夹起来够他一辈子待在监狱里了 探员们亢奋起来 这些案件里最关键的 就是上三区盗窃案 一般破获这种案子 是能力大功的 只是老探长忽然说道 上三区那个盗窃案 明明在今年已经破案了 我记得那个案子 云兄是一个叫留得住的人 对 魏子浩说道 我们被追查得太紧 所以找了一个叫做留得住的倒霉蛋 给我们顶罪 刚刚说的所有案件 都是让他去顶罪的 但真凶其实不是他 是我啊 CE的探员们都愣住了 这魏子浩 竟是为了进监狱 躲避横射追杀 什么罪名都认下来了 这时 没有人注意到 魏子浩手腕上 有一根透明的丝线 忽然松开了 一名少年 从公共厕所走回了病房 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 老探长忽然指着沁城问护士 刚刚从你们身边 经过的是不是他 护士摇摇头 不是 真的不是 老探长皱眉 不是 他长这样 如果是他我肯定能记住 护士说道 老探长冲进厕所里 却发现 厕所的窗户已经洞开 外面的冷风 正在呼呼地往里面灌来 他扒着窗户看了一眼 窗外却一无所有 难道已经从窗户逃走了吗 这里是一楼 想要跳窗逃走 再简单不过 此时 沁城面无表情地回到病房里躺下 甚至还是刚刚起床前的姿势 没有丝毫改变 洗醉的关键 不是看他能杀多少和胜射的成员 而是找到真凶 今晚这一切发生得非常隐秘 如果不是当事者 很难拨开层层迷雾看透这一切 沁城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打开一看 赫然是一发来的消息 其实 如果那个C13级探长叫真的话 你还是有破绽的 毕竟只有你从厕所出来 他起码会找你问问 当才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沁城想了想回消息 如果我是普通人 当然有破绽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王炳旭会帮我解决这个破绽 什么意思 你有点不理解 沁城没有回答 而是放下了手机 此时此刻 王炳旭也被走廊里的动静吸引过来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血迹和C1探员 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别的病房门口没事 偏偏这个病房门口就出事了 他赶忙走到沁城病床前 发现少年的睡姿都与刚刚一般无二 沁城轻轻转过身子 咦 你怎么来了 啊 老板怕医生对你不上心 所以让我来看看 王炳旭挠了挠头 看你没事就行 我先出去了 下一秒 那老探长已经从厕所返身回到走廊 想要进入沁城的病房查看 结果 他才刚推门 就撞见了王炳旭 王炳旭冷冷道 你要干什么 老探长也冷冷回应道 CE办案 不想死地滚开 却见王炳旭轮圆了胳膊 一耳光扇在了他的脸上 老子叫王炳旭 这病房里都是李氏的人 谁探娘允许你来办案的 那老探长被扇的原地转了一圈 但停下来的第一件事便是道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您是李氏的人 滚 王炳旭说道 病房门被关上了 屋里重新陷入黑暗 而病房外 魏子浩正在哭诉着 刚刚发生了什么 警官 我是冤枉的呀 你刚刚还言之凿凿的 细数犯罪证据呢 现在说冤枉也晚了 一名探员冷声说道 我们的人 现在已经去你说的证据 埋藏点搜寻了 放心 肯定给你办成提案 庆尘拿出手机 留得住什么时候能出狱 等魏子浩明天被CE安委会立案 就可以了 一回答 咦 中间没有其他流程了吗 庆尘疑惑 按道理说 应该是先立案重审 然后补齐所有证据 宣告魏子浩罪名成立 然后留得住才能无罪释放 魏子浩这个案子 已经板上钉钉了 我可以给你开个后门 提前释放留得住 一说道 反正里面多一个人 少一个人 也没人能发现 记住 三天之后午夜 去接禁忌务A4 011以德服人 庆尘不禁感慨 在监狱那一亩三分地里 一真是为所欲为啊 也不知道 为何联邦会赋予一个 人工智能如此大的权力 这可能跟一的父亲任小宿有关 对方在整个联邦历史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应应该也算是正统的官二代了 一问道 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吗 庆尘想了想 帮我谢谢李东泽 按照李东泽的形势风格 今晚这些和盛社的成员 原本应该全部阵亡的 但为了庆尘 李东泽给各个社团留了一些活口 不谢谢我吗 一号奇问道 我今晚也帮了很多忙啊 如果不是我 和盛社也不会被送到这家医院里来 对了 我最近又喜欢的那个女孩子 庆尘眼睛一闭 不再回消息 一等了半天 还在吗 庆尘你还在吗 在吗在吗在吗 第248章 庆一 回归倒计时95 零点 18号城市的午夜 凌晨一点 第四区 不落幕会所 这里原本应该是个 非常热闹喧嚣的场所 然而此时 地板像是刚刚被血洗过一样 门外 十几人身披斗篷静静助力 当先的女孩肩上 站着一只乖巧的六眼乌鸦 女孩看着门缝里渗出的血水 皱起眉头 她从兜里 掏出一枚小小的山楂 放在乌鸦嘴边 只见乌鸦低头 啄湿起山楂来 刚啄了两口 便被酸得闭上了三只眼睛 女孩松了口气 她对身后的同伴说道 今天只死了B级 应该很好收容 大家动作麻利一点 早干完早收工 我听说第五区 新开了一家不错的神代料理 里面的 寿洗锅很好吃 等收工了 我请大家去吃 不过 她的打烊时间 是凌晨四点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她身后的男男女女相视一眼 嘴角露出笑意 难得四月请客 大家赶在打烊之前收工 话音一落 十多人推门走进不落幕会所 一打开门 血腥气便扑面而来 但这群来自禁忌裁判所的人 却面色不改 有说有笑的 似乎已经见惯了这种场景 吧台旁 李东泽坐在高高的吧台上 重新将自己的头发 向后梳拢成短短的辫子 然后将吧台上的琥珀色烈酒 一饮而尽 她抬头看向禁忌裁判所 三月没来 四月环视一周 这都是小场面 我姐姐不用来 话说你们下次再有什么动静 能不能别弄得这么血腥 我刚买的鞋子都脏了 李东泽想了想说道 18号 城市里没有下一次了 鞋子 横射可以赔给你 干活吧 四月对身后的同伴挥挥手 然后转身看向李东泽 你有流血吗 如果你的血液有滴在哪里 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我要重点处理 确见那些身穿斗篷的禁忌裁判所成员 将斗篷全都摘下 他们从腰间拿出一只小小的袋子 将不知名的粉末倾倒在地板上 很快 粉末宛如活物般散开 渗透到附近的地面上 我没有流血 李东泽摇摇头 对了 你姐姐最近忙什么呢 你为什么老关心我姐姐 四月警惕起来 没事 李东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风衣 朝不落幕会所外面走去 门口 早就有车子在等着了 他坐进后排 静静地思考着什么 司机轻声问道 老板 和盛舍逃离之后 被送去了附近的第四区公立医院 需要我们去砍他们吗 不用 李东泽想了想说道 今晚动静已经够大了 他拿出手机给一发去消息 小老板那里一切顺利 一回复 顺利 李东泽再次发消息 那他什么时候接手横射 一过了两秒回复 我猜他不愿意接手横射 李东泽在车里皱起眉头 他不愿意接手 那我怎么离开 一反问道 你如果离开 你的下属怎么办 面对其他势力的蚕食吗 李东泽放下手机 轻轻按下车窗 点燃了一支香烟 香烟的前端被火焰烧灼 一根根烟草卷曲起来 发出滋滋的声响 显得有些孤独 李淑彤已经带着林小孝 夜晚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远行 很多人羡慕李东泽的险要 然而对他来说 最想做的并不是拥有着虚无的权力 而是跟着老板一起去浪迹天涯 如今 横射成了李东泽身上的枷锁 让他无所离开 以前老板还在18号监狱里的时候 他还没有如此明显的感觉 当被留下的只剩他自己时 孤独感就像此时18号的天空 被一座座钢铁与水泥的大厦给割裂着 李东泽想了想再次拿出手机 给一发去消息 你给小老板说 我帮了他的忙 他也要帮我 李东泽在不落幕会所里 喝了一杯酒 又在门口抽了一支烟 终究是没等来财团的围剿 看样子 只要李淑童没死 大家就还不敢为这点小事撕破脸 此时 他从怀里掏出自己一直挂在胸前的 那只老怀表来 掀开了金色的盖子 只是 那怀表盖子下并不是指针与机星 而是宛如宇宙黑洞般的深邃黑暗 当打开的刹那 仿佛连怀表周围的光都被吸了进去 渐渐的 黑暗中多了点什么 像是有星辰在闪烁 又像是 有雪花在飞舞 李东泽皱起眉头 怎么又要下雪了 寒冷的天气里 他说话时都会吐出白气 第四驱里纷繁的全新霓虹 一点都不怕冷 天上硕大的鲸鱼 还在拖叶着长长的尾巴 事实上 禁忌物理也不全是极度危险的 比如 某人的怀表 只能查看24小时候的天气 有些时候 李东泽觉得自己该去当一个农民 因为他可以准确地 在下雨前收麦子 然后不把自己知道的天气告诉邻居 他可以坐在雨中的屋檐下 看邻居们狼狈的模样 你好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早晨的病房门口 一位中年人陪笑说道 请问这个病房里 有没有伤残人士 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提供专业的机械肢体安装 还有仿生器官售卖 各位有没有需要的 庆程看着这位中年人愣了一下 他又看了看走廊上 来来往往的医生和护士 好像也没人打算出来管一管 门外 刚刚上完厕所过来的小鹰 把中年人提到一边赶紧滚蛋 没人需要你那种劣质机械肢体 和仿生器官 我们都好着呢 器官也好着呢 却听中年人笑了笑 那你们的器官卖不卖 沁尘震惊了 理世界做生意的人 路子都这么野吗 这时 小鹰凑到庆程身边 趁着病房里没人的时候问道 那个 我能加入你们的组织吗 庆程沉默片刻 其实我们现在本就属于同一个组织 上次回归的时候 我就加入昆仑了 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这个小鹰 便哭笑不得起来 你同时加入昆仑和九州 那能算加入吗 说认真的 我想加入你们 感受一下组织文化 庆程疑惑道 你也想举报你吧 小鹰愣住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 两个人说的组织文化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正说话间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庆程抬头一看 赫然是李长青 已经到了门口 小鹰赶忙退到一旁 老老实实地站着 李长青笑盈盈地坐到庆程床边 轻轻掀开他脑门上的纱布 发现血已经止住了 这才放心下来 庆程忽然转头看向小鹰 以及对方拉羡慕的眼神 这才明白 对方说的组织文化是什么 这误会大了 然而 庆程此时的注意力 竟被另一人吸引过去 他的余光越过李长青的肩膀 赫然看见影子候选者之一 庆一也站在门口 这位小男生瘦瘦弱弱地 在林小笑的资料里 对方只有14岁 看起来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顶着一个乖巧的西瓜头 李长青一边给庆程削起苹果 一边笑着说道 你看我有多在乎你吧 今天堂妹的儿子 来半山庄园做客 我都第一时间先来看你 庆程忽然意识到 这位庆一原来跟李氏 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先李淑童就说过 财团之间盘根错节 联姻之事屡见不鲜 看样子 庆一还有一半血缘是李氏的 这或许 让对方在影子之争中更具优势 庆一站在门口 被庆程灿烂地笑道 叔叔好 庆程这时候又意识到 从外人认定的人物关系来看 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为 所有候选者的长辈了 他在分析着庆一 却发现对方除了笑还是笑 根本无法判断出 有什么其他情绪 李长青将削好的苹果 塞进庆程手里 庆程咬下去一口 却突然回忆起 曾经在荒野上也曾 有人给过他一颗颗苹果 只不过 对于李长青来说 苹果不过是慰问病人的礼品 对于那位荒野上的小姑娘来说 那一兜苹果就已经是全部的财产了 小姨已给的苹果更好吃一些 庆程心中做出了判断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忽然有点怀念起 自己当初在荒野上的日子 无拘无束的 对了 小姨已说神代家族素银的地方 还有好吃的柿子 她还没有吃到 庆一走到病床前 亲切说道 叔叔 祝你早日康复 庆程看向庆一 笑着说道 初次见面 有给叔叔带什么礼物吗 一旁的小姨听到这句话 直呼内行 她还是头一次 见谁不要脸的 找晚辈要见面里呢 刹那间 庆一眼神里的笑意 僵硬了一瞬 下一刻 她笑着对庆程说道 这次来得匆忙 所以没有准备 请叔叔见谅 没关系 庆程笑了笑 下次记得待啊 庆一的表情 在她脑海里不断覆盘 她确信 这稚嫩灿烂的外表下 一定还藏着一颗复杂的灵魂 这时 李长青看向庆程 医生说你 已经可以出院了 要不你 跟我回半山庄园吧 庆程想了想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检查检查 她三天之后 还要去接以德夫人 这时候肯定不能回半山庄园 第249章 黑匣子 在庆程想象中 赛博朋克的世界 应该永远沉浸在灰暗的苍穹下 水土流失导致的风化家具 雾霾家具 让世界陷入天灾之中 然而事实却是 当科技发展至当下 能源更替为高效的核能后 天空反而晴朗了 城市里电动车取代了燃油车 没有那么严重的尾气排放后 人们在夜晚抬头 甚至还能望见星空 荒野上 水土流失也并没有那么严重 一片片禁忌之地里茂密的植被 成为了人类面对风沙的防线 有时候庆程会在想 如果这世界有一天 真的成为一整片禁忌之地 叮咚那样的巨人 在绿色的海洋里放肆奔跑 巨大的树冠里有凤凰栖息 那应该很美吧 而叮咚那样 在禁忌之地里出生的巨人 还不会受到规则的影响 倒计时两点 庆程在洛神大厦132层的家中 脱下理事配发的昂贵西装 从师傅给买的一柜子白色运动服里 选了一套换上 他戴上鸭舌帽 然后看着自己的沙发 沙发上有人坐过的痕迹 可他的房门 在他回来之前都没人动过 能够不碰外面的大门 就进入屋里 庆程印象中 就只有庆氏影子一人而已 这也增加了庆程的判断 那个可打开暗影之门的禁忌物 应该是可以去宿主去过 见过的地方 庆氏影子第一次进来时 还得从正门走 往后就不需要了 庆程十分怀疑自己 在李氏半山庄园的期间 庆氏影子趁着自己不在家 每天都会来小气一会儿 家里的水壶烧过热水 杯子旁有细微的茶屑 说明对方还泡过茶 卫生间有人用过 还有人在里面洗过澡 连浴缸都有人用过 这位庆氏影子 似乎完全没有 拿自己当外人的样子 庆程内心里一声叹息 摊上这么一位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人物 还真是让人头疼 只是 对方到底想要干嘛呢 自己参与到影子之争里 会不会也是对方的安排 可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庆程没再多想 压了压自己的冒言 推门而出 这一次 他专门听了听门外的动静 以免再次吓到银发少女正义 只是 当庆程等来电梯时 渐渐打开的门里 银发少女再次惊呼出声 连手都伸进了自己的小胯包里 仿佛里面还装着什么武器 比如防狼喷雾 庆程不知道 理事界的防狼喷雾 会不会比表世界更凶猛一些 直到银发少女发现 电梯外的人是庆程 才稍微松了口气 他好奇问道 你最近怎么没有去上学 庆程想了想回答道 我家里可能凑不够上大学的学费了 所以准备提前去工作赚钱 正义愣了一下 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但学一定要上 我工作的便利店 最近在招聘夜间收银员 要不我推荐你去工作 肯定能攒够学费的 谢谢 我考虑一下 庆程笑着走进电梯 赶紧回家休息吧 嗯嗯 引发少女出电梯后 走了两步又回头 一定要好好考虑啊 其实工作也没多辛苦的 赶紧回家吧 庆程笑着摆摆手 电梯合上 他转身 看向透明的玻璃窗外 在这座城市里 正义这样的女孩 必须拼了命 才能换取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对方上午上学 下午补课 晚上打工 拼上一切 想考个大学 可是上了大学以后 最好的出路 就是继续给财团打工 然后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这是一个被精心设计好的世界 所有的游戏规则 都在财团手里 庆程在想 师父李淑彤 和他的朋友们 可能就是见多了 这样苦命的人 才下定决心 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吧 他戴上一只耳机 耳机里一问道 你该回表世界了 第二次交易时 答应你的数据要塞 就在你左侧兜里 回去后 插到你电脑B接口上就行 对了 14天后 李长青要看着你 注射下003号基因药剂了 你想好 怎么应对了吗 是真打算硬着头皮注射 还是直接逃离 之前 庆程拒绝注射基因药剂的理由 就是他刚刚注射完004 还得再过18天 才能注射下一针 现在四天过去了 这一针光靠躲可躲不过去 庆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问起了别的 歧视的起源到底是什么 一回答 起源于极限运动 极限运动 庆程知道 每项生死观 都像是一种极限运动 但一直以为只是巧合 一说道 在我父亲补权的 歧视历史里记载 我的爷爷 也就是歧视组织创始人 一开始 只是喜欢极限运动 后来 当他成为各个 极限运动领域的佼佼者 完成八项生死观挑战后 基因锁突然打开了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八项生死观挑战 才成为修行路 庆程知道 在呼吸术开创以前 歧视需要完整挑战 八项生死观 才能成为真正的歧视 基因锁才会打开 在完成第八项之前 都还只是普通人 一的爷爷仁和 在完成八项挑战之前 也从不知道 这是一条修行路 一忽然说道 李书彤对你们 表世界的先辈们 那么感同身受 是因为歧视组织 一直都知道 创始人走上这条路之前 对他将开创的时代 一无所知 他也不知道 他能成为超凡者 创始人为何要完成 这八项挑战 庆程好奇问道 因为对生命的热爱与坚信 一回答道 其实 李书彤收你为徒 是很仓促的 按照正常的骑士收徒流程 你要先把极限运动 都给走一遍才对 但他太急了 你又太聪明了 所以他省去了这个过程 一继续说道 在李书彤他们的人生里 骑士之路 是修心修身的过程 是一次次挑战自我的过程 但对你来说 它更多的是一条修行路 所以 你对骑士组织到底是什么 还不能说真正了解 庆程若有所思 他走这条路的心思 要更加功利一些 所以反而体会不到 这段路途的真正含义 只是 他曾被青山绝壁上的 朝阳万丈感动过 内心中有种冲动 想要把师父他们那些年 走过的路 也给走一遍 极限运动 这是庆程以前感到陌生的东西 也是 他必须去熟悉的东西 他已经想好 如何应对李长青 但14天内 他必须完成 下一项生死观挑战 上一次 是师父带他走的骑士路 现在他自己也将远行 18号城市里下起了大雪 地上的积雪 足有30公分后 街上已经几乎没有行人 回归倒计时 0.30分0秒 第六区的某间破旧公寓里 刘德柱正坐在屋里 焦急等待着 屋里不只是他 还有刚刚抵达 18号城市的 胡小牛与张天真 相比一直抖腿的刘德柱 胡小牛明显要沉稳许多 却见刘德柱 将一只长长的黑匣子 抱在怀里 双手不停地抹撒着 黑匣子长约1米6 急沉重 沉重到刘德柱抱着他 坐在沙发上 整个人都会被压得 陷进沙发里 这破旧的公寓里 生活物品倒是一应俱全 还有24小时供应的热水 只是 屋里三人都没心思 去关注其他事情 硬熬着时间 张天真好奇道 老板还不来吗 刘德柱时不时 便会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老板说 他会在回归前赶来的 他一定会来 好吧 张天真又看向 刘德柱怀里的黑匣子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18号城市和你会合之后 就看见你一直抱着他 这是老板的东西 刘德柱警惕起来 咱们做好咱们的本分 不该咱们打听的 别瞎问 这东西我拿到以后 都没打开过 我也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 刘哥 我感觉你变了很多啊 少了几分油滑 以前也没见你张口 闭口就是老板的 胡小牛好奇道 话说 老板同意 见我们了吗 当然 他不开口 我能让你们过来吗 刘德柱回应道 耐心等着就好了 他肯定是有事交代你们 老板长什么样子 张天真好奇道 留得住脸色微沉 不都说了吗 不该打听的别打听 哦 张天真谢其道 胡小牛也认真地 看向张天真 咱们身为时间行者 首先就是要注意保密性 老板如何谨慎都不过分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嗯 我懂 张天真点点头 从某种意义上 这屋里的三人 也算是沁尘身边 出现过的时间行者里 经过一段时间检验的人了 相对可靠 沁尘也是深思熟虑之后 才决定剑虎小牛与张天真 就在此时 门外响起按动密码锁的声音 屋中三人抬头看去 一张神秘的猫脸面具 映入眼帘 沁尘低沉的声音问道 都来了 说完 他目光转向 留得住怀里的黑匣子 留得住献保式地 把黑匣子双手奉上 眼眶含泪 老板 没有您 我恐怕真要在监狱里 待一辈子了 东西 我给您带来了 我向您发誓 绝对没打开看过 沁尘想了想说道 做得很好 第250章 组织名 白昼 留得住有没有看过 黑匣子里是什么 确实没有 他在离开10号监狱的时候 机械狱警将他入狱前 被没收保管的物品还给他时 就多了这只黑匣子 黑匣子很普通 上面贴着一张纸条 不要打开 交给你的老板 黑匣子没锁 连最简单的密码锁都没有 但留得住确实没有打开 看过里面一眼 从他出狱开始便紧紧抱着 黑匣子 吃饭睡觉打等的时候 都死死抱着 这是一确认过的 事实上 这也是个很简单的考验 如果留得住连这点都做不到 那么对方之前所说的忠心耿耿 必然都是假话 庆尘需要一件很小的事情来确定 留得住是否真的已经听话了 这时 留得住眼眶红红地说道 老板 我是认真感谢落成雨夜的那天晚上 您为了救我妈妈出手 那时候我就知道 您是个好人 好老板 这次我也知道 您为了给我洗醉 应该非常不容易 我咨询了十号监狱里很多大人物 他们都说进监狱容易出去难 尤其是进了十号监狱 说着说着 留得住开始生泪俱下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看起来十分可怜 旁边胡小牛与张天真两人相识一眼 他们这才意识到 眼前的这位老板 做了多少事情 落成雨夜 留得住家所在小区起火 王云父母为了报仇 雇佣时间行者与杀手 这件事情 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知道 有一位从天而降的女孩 力挽狂澜 也知道 还有两名神秘人配合女孩 为留得住杀出一条生路 但胡小牛他们不知道 这些神秘人是谁 为何帮留得住 留得住本人对此讳莫如深 没跟别人提起过 当晚发生的事情 现在胡小牛他们才知道 原来是这位老板帮了忙 难怪留得住改变这么大 对这位老板如此忠诚 另外 胡小牛之前也有些疑惑 按理说 留得住被判了那么多年 一辈子都得在监狱里度过了 他该怎么出来呢 如果出不来 就算再有实力 也只能在监狱里豪横 可是 还没等他们想明白呢 留得住就已经洗醉出来了 这种能力 在胡小牛他们眼里 已经可以用神通广大来形容 换了其他时间行者 谁能把留得住 从监狱里捞出来 他们虽然穿越时间不长 但也听说过 监狱的管理系统 是绝对公正的 想到这里 胡小牛与张天真二人 用期待的目光看向清晨 不知道这位老板 能带给他们怎样的惊喜 要知道他俩的未来人生还没有着落 谁不希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能得到更多的庇物 此时此刻 沁尘从留得住手里接过黑匣子 先放在一边 然后询问道 从十号城市来的路上 有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没有没有 留得住摇头 我一出狱 门口就有一辆空无一人的浮空车等待着了 在车上简单地睡一觉 睁眼便已经进入十八号城市 其他城市之间的云流塔已经荒废 所以来往之间大多乘坐柴油越野车 但十号与十八号城市毗邻 又是联邦的双子星 彼此之间自然通行无阻 沁尘点点头 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留得住擦了擦眼泪 我没什么打算 老板的打算就是我的打算 以后 留得住为您安前马后 绝无怨言 对了 胡小牛他们这次进来 又带了两根金条 说着 他从兜里将金条掏出来递给沁尘 这一次 沁尘看着黄灯灯的金条并没有接 而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两根你收着吧 一根理事借用 一根表是借用 先给你自己应应急 谢谢老板 老板大谢 留得住再次感动 他的家庭条件本就不富裕 给恶魔邮票持有者寄信放血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现在 他终于能靠自己获得利益了 说不定还能给父母换套好点的房子 一旁 胡小牛立刻意识到沁尘这句话里的重要信息 这位老板已经不是那么缺钱了 两根金条的价格 已经很难打动对方 胡小牛有些感谢他父亲了 当初胡大成告诉他 沁尘这种人的能力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对方可能很缺钱 但很快就不缺了 所以 胡小牛要做的 就是在对方不缺钱之前 先留下一个交情 这样才能在未来站得先机 胡小牛觉得 他父亲能把生意做大 确实是有远见的 这时 张天真想说点什么 却被胡小牛拉住了 等老板 和刘哥先聊完 然后才轮到我们 沁尘看了他一眼 心中已有决定 他先是看向刘德柱 你需要再隐藏一段时间 如今18号城市里 鱼龙混杂 所有影子候选者 都已经抵达了 而且 李氏的权力交替 也有玄机 所以我们最需要做的 就是折服 明白明白 我一定低调 刘德柱赶忙答应道 没有老板您的召唤 我就先待在这公寓里 沁尘又看向胡小牛与张天真 你们二人怎么来的18号城市 胡小牛解释道 7号城市与18号城市之间 相距很远 我们从表世界 雇佣了七名时间行者护送 找人办了荒野猎人证件 一路开车12天才抵达这里 途经1号城市 但我们并未在那里停留 你们雇佣的七名时间行者 可靠吗 沁尘问道 嗯 他们在里世界是自由的 但在表世界 已经被监视居住了 胡小牛说道 而且雇佣关系道 他们前往18号城市就结束 路上我们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没说来干嘛 没说来找谁 沁尘思索着 胡世家大业大 在表世界办事 确实稳妥许多 你们对未来有何打算 沁尘问道 胡小牛沉思了一秒说道 首先要感谢您让手下 在老军山出手 为昆仑的两位朋友报仇 这个不用感谢我 那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而且 我也敬佩昆仑 沁尘说道 现在说说你们自己的打算 我是说 你们想从我这里获得什么 胡小牛直接了当地说道 老板 我和张天真所求不多 只想让老板在理世界给一条路 给一份虔诚 超凡脱俗的虔诚 我知道了 沁尘点点头 你们知道横射吗 胡小牛与张天真相识一眼 知道 我在七号城市找王云报仇的时候 李东泽曾出过手 是他亲手杀了王云 还派人送我们去了医院 嗯 沁尘平静说道 我给你们的路 就在横射 去李东泽手底下做事吧 至于能不能烫出一条路来 还是得看你们自己 前天晚上依旧替李东泽传递过一个消息 李东泽自己并不想继续执掌横射 他更喜欢跟着李淑桐去浪迹天涯 现在他帮了沁尘一个忙 那沁尘也要帮他一个忙 如果小老板自己不想接手横射 那小老板就选一个自己能信任的人去横射 慢慢完成横射内部的权力交替 这个时间可能很长 也可能很短 全看庆射安排的 这个人够不够格 目前看来 庆射寻觅身边一圈人都没有合适的 唯独胡小牛稳重得体 或许能独当一面 他不是要胡小牛完成这个交接 而是要把他送去横射 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 此时 胡小牛不知道庆射的想法 但他听到这个安排已经足够惊喜 他知道 横射是骑士的嫡系组织 自己被安排到横射里 自然比现在混日子强 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完了 剩下的各位好自为之 庆射说道 等一下老板 刘德柱问道 庆射是您的人 对吗 那天雨夜里是出手的 其中一人就是他 昆仑路远告诉我的 庆射想了想访问道 怎么了 我就是想感谢一下他 刘德柱说道 还有李光光 林凡 也是您的人吗 庆射疑惑 李光光和林凡是谁 他们在网上也自称是刘德柱的手下 自打泱泱说在雨夜里 说他是刘德柱手下后 刘德柱的手下 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声称自己是刘德柱手下 这仿佛是一件很有身份的事情 就像在铜锣湾说 自己跟陈浩南混一样 就差去学校门口收保护费了 一下子拉低了 复仇者联盟的逼格 而刘德柱自己也是个傀儡 他也不知道 对方是不是老板发展的其他下属 所以 一时间没敢否认 庆尘寻思 自己这小团体 搞得也太不正规了 连自己团体里有谁都不知道 要是有人借着他们的名义 去为非作歹 那他们就不是小团体了 而是小团伙 他平静说道 李光光和林凡这两人 我不认识 胡小牛突然说道 老板 我们的组织 叫什么名字 庆尘沉思起来 屋中其他三人都屏息凝视 不敢随意打断他的思路 屋外是飘摇的大雪 屋内是昏黄的灯光 庆尘在这小屋内 回忆起师父对他说过的话 我们不能用温柔去应对黑暗 要用火 这是一个充满了危机与黑暗的世界 宛如漫长的黑夜 庆尘最终说道 白昼 我们的组织叫做白昼 说完 他拿起黑匣子走进卧室 留下留得住 胡小牛 张天真三人面面相去 眼神中有着藏不住的炙热 从穿越事件开始 他们始终忙忙碌碌的 却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如今 大家终于有了目标 胡小牛小声对留得住说道 刘哥 等回去之后 我再拿出一笔资金贡献给组织 算做日常开销使用 说起来也奇怪 其他组织都是发工资 发钱 才有人卖命 白昼却不一样 这里是成员主动缴纳会费 不要钱还愿意干活 留得住挠了挠头问道 你这又搭钱又搭人 图啥 胡小牛笑了笑 图一个未来 倒计时归零 回归